接下来美酒店去年年底风光开幕 营业没多久却遇到大地震 可以看到部分外墙剥落 长长的裂痕让路过民众看了触目惊心 早在2018年酒店正在兴建 就曾因为地震发生掉壁青岛的意外 如今外墙损坏 业者不敢大意全面检修 之前大楼的磁砖是有一些脱落 不过已经马上做了补墙 那同时我们也有召集各部门的人 在内外做检视 再三的检查以确保宾客住宿的安全 那另外在这三天呢 就是四号到七号的部分呢 是没有对外解渴 那我们也有推出三日内免费取消 订房的这样子的机制 那在硬体设备的部分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损伤的 所以其实其他部分都还在检查中 何时对外营业爱美还要评估 不过汉坪酒店受损严重 已经在粉砖公布停业一个月 美轮大饭店则是正常营运 至于精英酒店停业到四月底 一场地震让各大饭店重新检实建物 希望提供消费者安全安心的住宿环境 明时经文赵永博 黄云伦陈奎红 花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膜